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在娱乐秀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浏览娱乐圈的喜怒哀乐 酸甜苦辣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 首先还是看到不少明星的日常发送 像是年轻演员赵金迈 最新的杂志大片释放出来 清纯的眼妆搭配裸色的那种口红 显得清新淡雅 然后和高饱和度的衣服的色彩相碰撞 对比很鲜明 随性披散的长发又显得干净利落 气质非常的洒脱 时代少年团的几位少年们 最近在三亚集体拍摄团中 最新的一些路透照也释放出来 让人眼前一亮 原来这次全员是COS了二次元的一些形象 显得帅气满满 像是马家琪COS的碧海之兰 丁程鑫COS捷克船长 宋亚轩COS海王 刘耀文则是模仿海上钢琴师的形象 张真元是COS唐三 严浩翔是牵手飞肩 贺俊玲则是COS陆飞 哇 每个人都化妆化得好像哦 宋倩最近一组在泰国的游玩照曝光 穿着橘色吊带裙开心的自拍 在当地品尝美食 而Lisa也在社交平台晒出最近来到法国逛美术馆的照片 在里面她和著名的Mona Lisha的画像合影 捧着脸微笑 仔细分辨一下两种是不同的美哦 另外还有网友晒出在滑雪场 遇到演员刘浩然的照片 照片中刘浩然穿着白色滑雪服 和网友合照非常的帅气 网友表示这个小伙子又高又帅气 一看就是明星 另外在法国留学的王诗玲 最近在社交平台晒出和好友的合影 两人对镜自拍身材苗条 还拍了好多的大头贴 就是在那个机器里面的 两人一起拍摄舞蹈挑战 显得非常的年轻而富有元气 今天16号演员毛晓彤微博当中 分享了一组她的生日写真照 穿着白色的羽毛长裙 置身在鲜花气球的氛围中 笑容明媚的开心吹蜡烛 还有16号演员宋忠基 带着她的妻子凯蒂 两人同时现身在韩国的人川国际机场 好像要一起出发将去进行Netflix电影 洛基玩的海外外景的拍摄工作 哇已经怀孕了的妻子 而且是随身相伴哦 感情还不错看样子哦 照片中的凯蒂还抱着他们的宠物狗狗 看上去虽然怀孕了 但是好像这个身材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而非常醒目的则是她左手无名纸上的一个大钻戒闪闪发光 另外再看到美国方面 瑞安娜写男友以及儿子 哇一家人整整齐齐登上了英国版的Vogue杂志封面 两人有一些动作牵手拥抱 显得十分的恩爱 还有儿子单独的照片 哇真是太可爱了 同时她也在采访中透露想要在今年发专辑了 说如果今年不发那就太荒谬了 但是她又说我只想过得开心 只想做音乐和拍视频 那您倒是发呀对不对 还有最近美国演员小K克里斯丁斯托尔特 现身德国柏林街头 这次她将作为第七十三届柏林电影主竞赛单元 评宝团的主席出席本届电影节 当天她刚到吧应该身穿绿色飞行员的夹克 搭配牛仔裤黑色马丁靴帅性十足 但是素颜现身感觉皮肤还挺好 但是那个没化妆嘛 她那个眼带这个地方特别的明显 大概累了吧 克里斯丁斯托尔特是一位90后青年演员 代表作《目光之城》系列风靡全球 此外还出演了斯宾赛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 还有《未来最新》等等 她也是柏林电影节历史上 最年轻的主竞赛评审团主席 柏林电影节官方评价 克里斯丁斯托尔特 是在她的那一代人中 最具有多面性的才华横溢的演员之一 另外本届柏林电影节评审团成员 还包括罗马尼亚导演拉杜·球德 德国导演瓦莱斯卡·格里·策帕赫 西班牙导演卡拉·西蒙 美国选角导演弗兰辛·梅斯勒 还有中国香港的导演杜琪峰 以及伊朗演员格什菲·法拉哈尼 本届电影节将于 2023年2月16号到26号举行 娱乐秀继续秀 是个人都会每天碰上一些糟心的事情 首先看到今天演员格手陆寒 在个人社交平台连发了两条动态 怒斥键盘侠 疑似是回应有人对他的个人潮牌吐槽的事情 他说键盘侠键盘侠好羡慕你们 真厉害 还是键盘侠好当啊 哈哈哈哈 这个语气是我体现的 不知道他心里的内心活动是如何 据了解最近有一位买过陆寒的个人潮牌的网友 就吐槽这件衣服的质量 说1500块钱的衣服 你们看看到处都是线头 车工很差劲 到处都有断线 估算一下这件的成本只能去到60块 反正还巴拉巴拉说了很多个人的感受 我觉得也很正常吧 毕竟买了东西质量不好 心里挺难受的 不过随后呢 陆寒的这个品牌的官方微博就发声明 本品牌自创立以来 一直秉承严把质量观的态度 任何从官方渠道购买的消费者 均可七天无理由退换 同时消费者对于产品的售后需求 可以在第一时间与我们联系 我们都会在合理范围内急于解决 我听的意思就是 你要是买了不好东西 就跟我们私下里聊 你要换要退都OK 不要这样管告知嘛 让人家都听到了多不好 造成的社会影响 另外最近日子不太好过的 就是台湾媒体的报道 在之前经历过安心事件 就是许志安和黄新盈风波 这个事情之后 时隔四年的女演员黄新盈 要复出娱乐圈 就在前两天的情人节 她出版了一首英文版的快歌 Crawl Me 宣布复出 很多人也都表示观望 但是也有人非常的抗拒 据报道 黄新盈受邀媒体采访的时候 在电话中也回应自己希望付出 但也同时表示很无奈 她不愿意放下以前的一切 重新开始生活 还是希望能够回到演艺圈当中 为了生活而继续走这条路 说实话 我在内心是挺替她捏一把汗的 因为毕竟演艺圈娱乐圈 也是一个是非之地呀 哎呀怎么说呢 是是非非 对对错错 真正的大乌龙就这样发生了 昨天各大传媒 包括我们电台 我的节目中也报道了 著名的歌手刘文正 在去年11月因病去世 大家都感到很惋惜 送上迟到的祝福 但是在今天 有媒体又表示刘文正没有去世 而她的前经纪人也改口否认了 这个去世的消息 她的经纪人就是夏玉顺 说确实之前发生过心肌梗塞 但是就回来了 但是呢最近几年 有人经常去邀约她付出 还有人出20亿 但是她都不愿意 所以呢刘文正就请她 故意放出她的死讯的消息 然后说刘文正还在人间 但是经过这么一番折腾 永远都不会见人了 据报道说 定居于美国的刘文正的二姨 李庚纪也通过好友张美琪表示 听到刘文正的死讯之后 立刻就跟她本人联系 然后强调她没有死 她已经打电话给我报平安了 而且李庚纪还透露 刘文正现在人在菲律宾 对于此次谣言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她有些不高兴 而她的二姨李庚纪还说 刘文正说已经很多年没有和这个经纪人联系了 面对多年来持续 有人想办法要她付出 她坚决隐退 绝对不以任何形式现身或是说明 哎呀 这个乌龙的消息一出之后 有粉丝开心的留言说 哦 还健在那太好了 不过也有网友痛批 这种玩笑开不得哦 死亡这种事可以这么随便讲出来的吗 而对很多人来说 本来一场很郑重的告别 如今却演变成了一次荒诞的世界 好吧 既然她本人这么坚持的 要平静的平淡的维持她的生活状态 那我们就不要再去打扰和惊扰她了 一切都在我们的记忆当中 那些闪亮的日子 今天我们再次回顾刘文正的老哥 1978年的歌曲 闪亮的日子 我来唱一首歌 古老的那首歌 我轻轻地唱 你满满的歌 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 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 你我为了理想 你我为了理想 理尽了坚弱 我们曾经无期 也曾共同欢笑 但愿你会记得 永远地记得 我们曾经拥有 善良的日子 我来唱一首歌 古老的那首歌 我轻轻地唱 你满满的歌 我轻轻地唱 是否你还记得 你还记得 不得了 过去的梦想 但愿你会记得 永远的记得 我们曾经拥有 善良的日子 八卦天天有 娱乐天天秀 圈里的事情倒不完 圈外的人们听不够 欢迎收听娱乐秀 多么温柔的声音 多么闪亮的日子 想想其实也挺好的 听着她的歌曲 想着她的帅气的脸庞 也许她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吧 继续回来娱乐秀 我是小芳 继续在美国中文电台 AM1450 欢迎收听 接下来关注的就是在美国上映的一些新片子的情况 首先就是超音片 蚁人与黄蜂女靓子狂潮即将上映 因为漫威第四阶段的影片表现不佳 所以影迷们对这部第五阶段的开篇之作是寄予厚望 但现实却不随人 最近蚁人三的首播外媒的口碑解禁 好像开局不顺 遭遇口碑危机 目前影片在评分网站 烂番茄的新鲜度仅51% MTC也只有50分 有评论说时长只有120分钟多一点 对漫威来说不过眨眼一瞬 这部蚁人电影聪明的足以做到放 智慧的不让人厌烦 毕竟有谁比蚁人更懂得小的好处呢 还有说一部关于宇宙可能被毁灭的电影 听起来应该有很高的风险 但它没有 一个家庭通过逆境团结在一起 也没能够排通顺 好像说不过去感觉 那在蚁人三当中 影片将带领观众身临其境探索量子领域 蚁人和队友也将迎来 据称比灭霸更强大的反派征服者康 影片将于2月17号 在美国和中国内地院线同步上映 毫不好看 各位说了算 如果声音机前的各位 对这种超级英雄主题的电影 已经不太感兴趣了 那么接下来看看三四月份 有没有什么你期待的影片会上映 首先全机题材的热门影片续集 奎迪三发布了终极预告片 在预告中一对兄弟反目成仇 最终在擂台上一蹶高下 那对于奎迪来说 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 而是一次自己和过去和生活的决裂和妥协 整个预告在氛围感上做到了极致 而在未来的计划中 奎迪将会被打造成为一个宇宙 本片也是迈克尔·毕乔丹的导演 处女作影片将于三月三号上映 之后是惊声尖叫六 最近也曝光了一张全新剧照 在剧照上鬼脸杀手正在街头狂奔 她的服饰随风飘扬 配合标志性的面具 给人一种紧张压迫的感觉 而倒映在背景处鬼脸的投影 似乎表明她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按计划本片三月十号上映 再之后就是流媒体网非Netflix的 纪录剧集MH370消失的航班 该片将于三月八号首播 这是一部调查室纪录片 试图解开航空史上最大的谜团 以令人震惊的细节 揭示MH370航班失踪期间 实际所发生的种种蹊跷的事件 八年前也就是2014年的三月八号晚上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 在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例行飞行中 失踪了 机上载有239名乘客 然后在接下来的近九年之后 我们依旧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也不知道是什么造成的 而三月十七号 也是中国内地和北美会同步上映的 DC的超级英雄电影 雷霆杀赞众神之怒 目前影片发布了开战版的预告片 杀赞集结超音家族 向终极反派复仇女神正式宣战 在往后五月份 迪士尼的最新一部真人电影 小美人鱼将于5月26号上映 最近曝光了30秒的一个预告前瞻 在前瞻中 小美人鱼在海底世界开心的生活 她无忧无虑和自己的小伙伴一起玩耍 背景音乐歌声优扬独具 迪士尼影片的童心特色 从预告片来看 影片的拍摄技术得到大幅度升级 水下世界美轮美环 而同样在这一天5月26号 会上映一部由李克罗曼沃夫指导 杰拉德巴特勒所主演的影片 坎大哈公布了最近的正式预告 预告中巴特勒所饰演的美国大兵 被困在中东 他必须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水平 带着自己的翻译一起极限逃生 整个预告充满了美国大片的质感 无论是爆炸追车 还是对于国家之间战争的刻画 都入目三分 而且在美国电影史上 这部片子坎大哈 是第一部全程在沙特阿拉伯拍摄的影片 另外这也是巴特勒第三次 和李克罗曼沃夫合作 喜欢动作片战争片的朋友 不妨关注5月26号上映的坎大哈 其实不光是动作片 还有感情片动画片 或者超级英雄大片 各种口味各种类型的影片 任君挑选 但是我们总还是期待 有一些新的内容 好了 这里是娱乐秀节目 新鲜的娱乐圈资讯 明天节目中我们再聊吧 娱乐秀 我是小芳 明天再会 See you 好好爱我 好好珍惜 好好珍惜 这份情感 来自不如你 好好爱我 不要犹豫 我一颗心 已经属于你 begin 小芳 作词 有 最后 Zither Harp 我的一份柔平 我的一片心意 我已奉献给了你 不要对我冷漠 不要不理睬我 怕你冷冷的带我 不求你的富贵 不求你的融化 只愿你把我珍惜 给我一些关怀 给我一些安慰 也就能满足我心悲 好好爱我 好好珍惜 这份情感 蜡指不如你 好好爱我 不要犹豫 我一颗心 已经属于你 我的一份柔情 我的一片心意 我已奉献给了你 我已奉献给了你 不要对我冷漠 不要不理睬我 怕你冷冷的带我 不求你的富贵 不求你的融化 只愿你把我珍惜 只愿你把我珍惜 给我一些关怀 给我一些安慰 也就能满足我心悲 好好爱我 好好珍惜 好好珍惜 这份情感 蜡指不如你 好好爱我 好好爱我 不要犹豫 不要犹豫 我一颗心 已经属于你 好好爱我 好好珍惜 这份情感 蜡指不如你 不如你 好好爱我 好好爱我 不想灭离 不想灭离 幸福人生 藏在爱情里 姑子 都不想灭离 不想灭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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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